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承诺 他所领导的团结政府 今年将聚焦让我国再次成为一个令人骄傲 且具有经济实力 投资和发展的国家 他说团结政府目前依然非常强大 因为政府已在掌握三分之二国会多数议席 我向你们保证 这个团结政府依然强大 而我们会利用这个优势 在今年重点让我国成为一个令人骄傲 且具有经济实力 投资和发展的国家安华 今日在中总新春联欢舞宴上发表演词时 如是指出 出席者包括副首相拿督斯里·法迪拉 第二财长拿督斯里·阿米尔·韩沙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郑立康 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东姑扎夫鲁 人资部长沈志强、通讯部长法米 贸工部副部长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静 以及多位副部长等 安华强调 通过各部门的种种努力 我们创造了令人自豪的记录 他说 这些都源于我国的政治稳定 并直言自己有信心团结政府能执政直到来届大选 有鉴于此 他指出 政府不应该遵循老旧的方法和做事方针 而是应该准备好做出改变以实现改革的意愿 能源转型、数码化转型以及粮食安全等各种问题 也应该得到重视